国防部长邱国震忍不住皱起眉头 因为国造浅见泄密案 让马文军气到汉黄鼠光对赌生命 黄鼠光以前我老同事工作也很认真 马委员他也是很认真的 一直在执行这一点 我倒并没有揣测哪一个人泄密 或哪一个冤枉啊怎么样 一切法来做界定 大家比较公民 不轻易下定论 毕竟马文军不止不认出席机密会议 拒签保密协议 还要自爆曾出言制止他抄写资料的人 拿出证据 做了这样的事情受到了批评 然后来这样子知无其辞 推卸责任 我觉得实在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行为 机密会议与会议人做签名 但是签名的含义 就得有点告知 这对要保密 立法院这样好像没有这样做 就签名嘛就代表了 但马文军被指控的 还有泄漏牵涉潜见声纹曝光风险的机密 马文军反击林俊宪先了解声纹再来问 更要对方示范如何抄声纹 他说声纹不能抄 能不废话 声纹当然不能抄 但是形成声纹的相关 的那些重要装备 这个是用哪些装备设备 这个是不能外星的 你有没有抄 工党团也驻马文军一臂之力 反批绿营当潜见预算 点名提案冻结的人 就是外交国防地委 王定宇 潜见国造在108年度 王定宇委员你不就提出了 要冻结预算高达37亿元吗 请问你这就是反国防 反潜见 国民党很多冻结的理由 是说不过去的理由 不要拘泥在 有没有谁冻结 而是冻结他本身的理由 解冻的条件 国造潜见案 蓝绿持续交锋 越来越多人加入战局 近信号 新赛程又才